10月23日,星期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邦,股市早不报,我们通过能量表格图能够看到 本次跟上次8月27号那一周数据很相似,来看,这个是能量表格图 这是8月27号,看,都是负的,而且通过这个,这个是涨跌加速比,仔细看 8月27号上涨的只有621家,下跌的超到过4400多家,将近4500家 而昨天咱们统计的数据是多少,上涨的只有449家,下跌的将近4700家 这么大的比例,这样的数字很少,那么这跟这很相似 看,8月27号之后,这一周呢,全部翻红,而且是大涨,是大小比例掉个了 8月27号这一次,上涨的只有600多家,而9月3号这一周统计,上涨的达到了将近4300家 这不正好大逆转吗?那本周呢,这个数据跟这一周是很相似的 虽然8月28号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大墓碑线 但是这一天高开低走,收盘价还是上涨了1.13% 所以咱们这儿也能期待这种报复性的上涨 好,咱说说盘面上的细节 先看上涨指数,15分钟,30分钟,60分钟,90分钟,包括120分钟 这些都有序列的低点呢 都有序列低点,日线级别,还有顿化存在 周线也有顿化,这是大级别的顿化 我们再来看上涨50,上涨50,15分钟,30分钟,60分钟,90分钟,包括120分钟都有序列低点 而且日线也有顿化,周线仍然在序列低9的范围之内 这不也有上涨的要求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科创版 科创版15分钟,30分钟也是序列的低点 他们序列低点之后,人家120分钟,还有周线仍然在序列低9范围之内 这不也有上涨的要求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深层指 深层指15分钟,30分钟,60分钟,包括90分钟和120分钟都有序列的低点 周线和日线也有序列 而且日线还有大级别的,这个是顿化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 创业版从15分钟,30分钟,60分钟和90分钟,包括120分钟 这里都有序列低点 而且日线也出现顿化 并且周线仍然在序列低9范围之内 还有大的顿化 这不有中长线的投资价值吗? 那么短线,大盘如果再加速下跌的话,这种顿化就会消失 一旦顿化消失,很容易形成下跌踪迹 可是大盘从上方高位3418点跌到现在 这已经下来了440多个点 而且通过浪行来看 这是去年11月初 这不是2885点开始起涨,算是一浪 然后二浪回调,三浪上涨,四浪回调,五浪上升 并且通过3418点下跌也完成了ABC的走势 这种八段图已经过程完整 所以有理由相信报复性的反弹 好,我们再看看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是巴以问题 这不开罗峰会吗?没有达成协议 这个问题又严重了 而且冲突还在升级 因为双方的人数在那个 并且已经误伤了 据说那个埃及的一个什么哨什么锁 这都在升级啊 你看又把另一个国家扯进来了 再说美将向中东又布什么鼠 反倒什么系统 这些东西呢 说为了增加的部署 防止说美什么招什么习 你就说这个地缘一旦不稳定 这直接影响经济 而且再说上周五隔夜的外盘是普跌 美股道指又跌了0.86 那么他们也出现了一个三乌鸦 这是美股道指 大家来看 美股道指日线图 这不是三乌鸦吗? 但是这没有创出新低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是还是强势吗? 虽然三乌鸦 但没创新低啊 我们那儿都已经跌得够呛了 咱们是不是叫做深蹲起跳呢? 已经创出新低 这是背离情况啊 那再说我们纳斯达克中概股 又跌了1.37% 而且欧洲那边也是普跌 原油88美元 这是在高位 黄金1990也是在高位 人民币又贬值了 现在在那高位横盘震荡 也就是咱们的低位 贬值吗? 7.3137 这是很大的 再说咱国内消息 港股今天修市过节嘛 人家什么节都修 北上资金不交易 现在又打起了弥宗权 再说有13个省 前三个季度的GDP 平均增数都已经达到了6% 因为说经济这么好 企业还赚钱 那股票怎么这么跌呢? 股票这么跌 这个是不是也该出现 暴富性的反弹了? 那好 再说房地产方面的 现在多地呢 开展房交会啊 包括一些个什么房展啊等等 你看像武汉啊 什么南通啊 无锡啊 包括长春啊 多地都用各种活动 来提振楼市 为的就是去库存 去产能 更主要的是什么? 这不就是给人们提振信心 而且房地产是消费的第一大户 如果地产上不去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拉别的也费劲呢? 那好 再说我们国家和海合会 叫经济合作论坛 已经召开 这个论坛 为的是什么? 这不都是加大出口吗? 那再说广交会 第一百三十四届 外国采购商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这是好消息 你得卖出去 那再说第八十一届 科幻大会 闭幕了 也有好消息传来 再说成年会 一到八月份 我们管家的二手车销售 一千一百九十万 一千一百九十万 那还多呢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那么说二手车出来说什么事呢? 说二手车就是行业 这个发展 重回快车道 二手车卖了 这些卖车的人 是不是得买新车? 没错 那再说比亚迪高端车型 叫什么油巴的 又出来了 而且正式投产 说订单已经超过三万辆 这是好消息 再说中国上飞 说C929 那边说不是919吗? 929都来了 919那个了 这个是啥呀? 是碳排放 预计能降低百分之六十 这个得有多厉害? 那再说国航 北京到旧金山 就是到美国那个旧金山 直航飞机要复航了 看到没? 这是好消息 再说我们国家计划实施 叫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这是任务啊 不是计划呀 任务是什么呢? 要发射东西 要把那个小行星 给它推推偏离轨道 要不然说有风险 对地球什么 这是高端的 那好 再说全国数字安全 这个行业 叫产教融合 共同发展 共同体来了 正式成立 学校 还有科研部门 还有用人单位 这些东西产教一体 这不就形成一条龙了吗? 学有所用 那么一定得是啥? 用的时候 有人在研究 这就叫产教 数字安全 再说本周 有三只新股申购 有六十多家 这个献售股出来 解禁的市值呢 八百多亿 这个并不多 但是本周有 一万四千五百多亿的 逆回购到期呀 这个是个压力 那再说 第十三巡视主 进入了什么 保五集团 还有安刚集团 等等 第十四巡视主呢 进入到中行集团 包括东行 还有南行集团 你看 一进到那个毛的时候 那股价下来了 现在也怕那个 那再说 十一连板的 叫圣龙吗? 快报来了 三季拓 这个据说 净利 三千多万 同比下降了 百分之五十三 那你看 人家还来十一连板呢 那再说 本周 有三千二百七十一家 这个要报三季报了 这个业绩浪 能不能出来呢? 那位说 别看那个了 你看业绩这么好 而且这个国家GDP 还六点几 这都已经够高的了 那股市这么跌 我们还是看看股市吧 对 现在咱的观点是 中长线 有投资价值 报复性的反弹 一触即发 关键 要看好自己手里的东西 不破五日线 十日线 好东西 别卖飞 一旦跌破关键位 我们就不参与 下跌调整了 把出来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 有拐点的地方去找 这样不参与调整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千万别被市场变远化 朋友们 我是股邦 以上是早播报的主要内容 喜欢的加关注 我中午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我们中午收盘见